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再來我們剛剛提到那個 特別的業者 當然只是一個單一的廠家 單一的商家 不過是不是也代表了 目前民眾的口味太重的情況下 天然的業者不好生存 那就是史先生 史老闆 大家好 事實上 那麼除了這個 我們從一家店看出 整個食品業的問題之外 那麼就食品業的風暴來說 最新的發展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 有同業率數問題 也有所謂棉分的問題 而同業率數問題越滾越大 如今是我們連常常吃的蔬菜拉麵 也出了問題 就是很知名的五目拉麵 原來它的蔬菜拉麵 有沒有蔬菜粉 是非常讓人家質疑的 而它的綠色 根本就是用化工調出來的 就是同業率數 而同業率數鈉 那麼同業率數跟同業率數鈉 這兩個東西 究竟它有什麼危害 對人體造成什麼樣的危機 那麼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2100全民開講 那麼這一波的食安風暴當中 一開始就傳出有問題的 就是所謂的同業率數 那就是因為橄欖油 根本完全沒有橄欖 那麼就是用同業率數調 調製成類似橄欖油的顏色 所以大家對同業率數 事實上已經耳熟能詳了 不過最新的發展是 還有所謂的同業率數鈉 那麼這種同業率數鈉也好 或同業率數跟真正的同業率數 又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先來看下面這則報導 五湖蔬菜拉麵下架 被爆出用同業率數鈉 消費者認為的天然其實很人工 實際試驗將拔來的樹葉加入酒精 分解出葉綠素 混入麵糰裡綠色沒那麼明顯 但低進一點同業綠素 兩箱比較 天然葉綠素顏色反而越來越淡 三小時左右甚至會變成黃褐色 而同業綠素可以 一直維持漂亮的綠色 不只食物飲料也廣泛運用 和同業綠素不同 同業綠素鈉可以用在調味飲料 果醬果凍中 只要0.5cc就可以產生綠茶的效果 同業綠素鈉是水溶性 加在水裡立刻變成漂亮的綠茶顏色 加在油裡會直接沉在下面 而同業綠素溶於油 只要加一點點 立馬變成漂亮的橄欖色 成本省很大 大部分溶於水會浮在上面 但化學老師表示 只要加乳化劑 照樣能溶在水裡 同業綠素不能加在油裡 是因為遇到高溫 同會分解出來 大量長期攝取 可能會造成肝腎傷害 所謂的合法食品添加物 用在不對的地方 健康危害相當可怕 TVBS新聞 楊清波 陳振漢 王毅杰 台北報導 好的 那麼在我們現場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帶來很多綠色的食品 為什麼綠色的食品這麼多呢 那麼坦白說 就是因為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一個觀念 葉綠素是對人體身體健康好的東西 待會我們營養師也會為我們做 進一步的解釋 那麼葉綠素的確對身體好 那麼蔬菜那更不用說了 對身體非常好 因此我們很多強調說 白麵條還不夠好 要加點蔬菜進去 菠菜麵啦 或者說抹茶啦 天然的抹茶粉 都對身體好的 也因此出現這麼多綠色食品 但是這麼多食品裡面 到底什麼好 什麼不好 我們該怎麼樣區分 待會兒就為您詳細的解釋 那麼事實上我手上現在也拿了一包 就是出問題的五目蔬菜拉麵 那麼五目事實上它市場的占有率高達三成 數一數二的這種素食麵 這叫做麵乾 這樣的麵 除了一般的素食麵之外 單純煮麵條 五目是屬於主的大品牌 它後面就是有點欺萌超費者 後面就打著說葉綠素這三個字 坦白說這根本就是騙人的 因為它不可能是葉綠素 我們剛剛新聞已經解釋了 葉綠素這個東西是很容易不夠安定 很容易受到破壞 你一組葉綠素的綠色就不見了 消費者一定覺得我好像被騙了 就是說大家已經這觀念已經顛倒了 好的東西反而它的顏色不見 消費者反而會認為說 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所以反而現在造成大家都用化學的添加物 所以我們事實上現場馬上要請恩文 事實上我們說有這麼多綠色的東西 我們先請恩文來調 銅葉綠素為什麼這麼好用 我被用得這麼廣泛 根本就橄欖油非常貴 大豆沙拉油 調一點點就像橄欖油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我們自己在做菜 你知道那個青菜炒一下 它顏色它就會變了 或者是我們自己在家裡做蔬菜麵 你拿菠菜去打那個汁 拿來揉到麵糰裡面去 其實它過一陣子 它就不會那麼漂亮 除非你立刻揉 立刻做 立刻吃 可能會很好 但是你看放到那個乾燥的環境裡面 甚至你今天煮 煮了很久 甚至煮完之後再放了兩三個小時 它永遠都是這麼漂亮這綠色 你就知道一定是有問題的 所以就是說你在標示的時候 到底要寫說你放的是什麼東西 我發現很多這個標示 他們都是寫葉綠素 都去頭又去尾你知道 都是取你們會相信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認為很棒那個部分 對 銅葉綠素或銅葉綠素那 然後這銅跟那都不見了 都拿掉了 所以大家都以為是葉綠素 如果是寫葉綠素 大家會以為 我可能是從菠菜都拿去炸出來的 但其實是錯的 這個地方我用了一個是 它這個是油溶性的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銅葉綠素 但如果你滴在水裡面 它其實是會浮在上面的 看到沒有 像水滴的 因為它只溶於油 不溶於水 它只能溶於油 它不能溶於水 但如果用油的話就非常好了 非常好用了 我今天把這個沙拉油 就立刻變成橄欖油 好 我加一點進來 大概0.5cc 然後我們用這個 稍微調一下下 它顏色就會變綠 你可以看你希望它變成什麼樣牌子的橄欖油 你要它多綠它就可以多綠 你要它多麼 pure 或是extra pure 因為我們知道橄欖油有分等級的 對 你上了顏色之後 它就會越來越進行 它有一點點橄欖綠的顏色出來了 對 橄欖綠的顏色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我們自己知道說 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你知道這樣調出來 它其實不會有味道 所以它如果要有這個橄欖油的味道 還要再加香精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多麼黑心 它吃 要嘛你給我吃大豆沙拉油 也就罷了 就你加了不好的色素 又加了不好的香精 我聞起來很香 我都有買到多健康的東西 像他們這種麵 一般我們其實應該是用麵糰 就是你自己在 用麵粉 麵粉 然後你調成水了之後 直接就去跟它揉 對 但因為我們現場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們用麵糰來 測試一下讓大家感覺那個 對 其實你看 它揉進去 你的麵糰它就會變綠 其實我們看中間也有綠的顏色 對 它就會變綠的 它如果揉得很調合之後 切一切就像麵糰了 對 就像麵糰了 就頭部我們看對面這些 網目拉麵 就是這麼來的 甚至有些我覺得 有的時候你說 像蔬菜的這個部分還OK 因為它其實本來 你如果用真的蔬菜或這個 可能成本 可是綠茶是貴的 所以我其實一般懷疑 市場上有很多用綠茶 反而用這個 同業綠素那樣的部分 會比較多 會比較多一點 對 因為綠茶是真的是貴的 所以它用香精麵 所以市場上我知道 好像前幾天有那個 知名的手搖杯 它有一款的綠茶下架了 是 對 它說它用完之後 它就 它自己承認它是用色素調的 沒有用綠茶 它沒有承認 但直接就下架了 它就是心虛 它卻賣得很好 什麼什麼清茶 是 我問韓宇一個很簡單問題 為什麼葉綠素有這麼貴嗎 還是說葉綠素究竟有什麼問題 廠商都沒有人真的用葉綠素 因為葉綠素非常不穩定 就像剛剛恩文講的 它其實我們家裡炒菜放下 特別是像這種地瓜葉 或是空心菜 你炒完沒有馬上把它吃掉的話 它就黑掉 就看起來就很難看 然後像我們去外面買那個燙青菜有沒有 悶了一下 然後也馬上就黃褐色黑掉了 所以基本上一開始就給大家一個觀念 市面上所有寫葉綠素的產品 通通是假的 它要嘛是同葉綠素 要嘛是同葉綠素那 因為真正的葉綠素太不穩定 太不穩定 它很怕光 然後也很怕酸 像我們煮湯 那青菜湯 加一點醋進去 馬上就黃掉那一點 對 不過我們請教研醫師 既然這樣子 市面上沒有真的葉綠素的商品之後 我們第二步馬上要知道說 那同葉綠素跟同葉綠素那 對身體究竟有什麼危害 你可以不簡單讓我們知道 有一個概念 我想同葉綠素或同葉綠素那 我想葉綠素沒問題 我們比較在意的是銅 對 銅化其實 在我們正常的身體 我們需要微量的銅 可以讓我們身體正常硬作 那沒問題 可是銅大量化 像我們根據醫學研究 大量銅的暴露 比如我們現在很罕見 比如都在職業傷害 大量銅暴露的話 它可能會有溶血性貧血 然後有可能會有腦神經方面症狀 有可能肝臟壞掉 腎臟壞掉 可是如果 我們把銅葉綠素或銅葉綠素那 加在油或加在麵當中 我們怕說長期低劑量暴露 它也是會傷到我們腎臟 傷到我們的肝臟 比如肝功能惡化 我們也看一下我們做這個表 就是長期食用會傷肝 增加肝炎的風險 另外也會肝腎的病變 慢性病 所以慢性病跟貧血的患者 都避免食用 這是銅葉綠素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銅葉綠素鈉 因為銅葉綠素鈉 可以做在比較多的商品 為什麼對這兩種 我們有不同的試用範圍 如果以這兩種來比的話 銅葉綠素它脂溶性 銅葉綠素鈉水溶性 所以以人體來看 銅葉綠素 會比銅葉綠素鈉更加毒 因為我們喝水 可能就把銅葉綠素鈉給排掉了 對 可是脂溶性的毒素的話 我們攝取到我們體內 它可能沉積在我們脂肪組織 內臟組織 更不容易排出 對 它就是 在我們體內不斷累積 它久了就變得中毒 所以那個毒素 毒性來得更高 所以我們是很擔心說 如果我們在油當中 加了銅葉綠素 它帶來慢性危害是滿大的 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 也特別說明一下 所以銅葉綠素 基本上來說 它的合法使用範圍比較多 它可以用在像乾海帶 然後像蔬果的加工品 調味乳 所以調味乳我們事實上 我們昨天有報導 這兩天報導說 有所謂的綠茶多酚 有什麼抹茶好朋友 這類東西 它用了同一率素 那是合法的 偏偏不可以用在這種米瓜 這種乾的麵條裡面 不可以 我請教 它上面還說 它是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我有看到 它不添加防 然後正面的那個 右邊有圈圈 小圈圈有 對 不油炸 不添加防腐劑 那沒有 它強調粉產品都是天然原料 對 那坦白說這就不實廣告了 那所以 為什麼它可以用在 調味乳 湯類 像乾海帶都可以 用在這個拉麵 就不行呢 因為這種會大量食用 這種是我們的主食類 這樣我們 總熱量來源 大概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 熱量都是來自於這種 就很容易會吃過的樣子 會吃很多 就是會吃很多 因為坦白說 我們吃什麼飲料 什麼乾海帶 我們測得了多少 沒有人拿乾海帶 像一碗麵這樣吃 對 所以這種風險 所以這種風險 比較大 所以我目的是首先要